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50-50的最新近况 啊,50-50公司的最新近况 5月初,50-50所属公司Attract 已成功获得法院批准的对安森尼的Kivers提起的 赔偿请求权的存管债权假扣押申请 Attract在去年9月27号 针对50-50的音乐制作人 TOKivers代表安森尼和该公司员工 提起了非法行为及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诉讼 申请的损害赔偿金额达到10亿韩元 而这次的债权假扣押申请 是作为对这些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全措施 当时Attract表示 请求的赔偿金额仅是一部分 并预计在后续诉讼过程中将会要求更多的赔偿 Attract委任的律师表示 考虑到即使Attract在本诉讼中上诉 也存在执行赔偿的困难 因此认为通过债权假扣押进行保全是必要的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法院目前也支持Attract 怎么样都让Anson也赔偿那些钱 而因为Attract也对离开的三位成员和父母们 也提出了明示诉讼 所以三位前成员需要负担 巨额赔款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三夫帖和他们的父母 现在应该是有多后悔有多绝望呢 无论是怎么样被情感操作 也应该想一想 一开始是谁帮助他们出道的 是谁出钱帮他们制作专辑的 意识错误的选择 真的让人生陷入了低谷 听说对成员们提起了11韩元的诉讼 20岁出头的年纪 这么大一笔钱 要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 真的让人心情沉重 我会继续关注5050的消息给大家的 下一个消息是 根据一家媒体独家报道 穷君庸最近与音乐界人士会面 表示他希望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 继续音乐活动 并试图付出演艺圈 相关人士透露 穷君庸自从出狱后似乎已意识到公众对他的负面反应 因此计划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重新开始实验 他未能放下对音乐活动的执着 亲自联系相关人士 提议一起进行音乐活动 最近因为英国BBC公开了一部那次事件的纪录片 使得穷君庸的近况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随后在传出他正在准备移民等消息的同时 目前也传出了正在秘密筹划音乐活动的消息 疯了太恶心了 会有人想和他合作吗 就算他创作了歌曲 会有人愿意唱这些歌曲吗 会被消费者们一起过滤掉的 为什么会有人和他合作呢 是吧 见他的人唱他创作的歌的人 以及他们的经纪公司 都会被当成同一种人的 开什么玩笑 去你的移民吧 别待在我们国家了 但这样一想 那个他要移民去的国家又有什么罪 还是去死吧 他准备以音乐著作人回归的传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4 1月1号到2024 5月9号 在韩国YouTube上搜索次数最多的男女爱豆排行 前30位 30位 蓬佑 29位 太阳 28位 苏敏 27位 修塔罗 26位 吉德雷 25位 贼昌 24位 太阳 23位 新女 22位 현진 21位 许可 20位 明侑 19位 孙冠 19位 孙冠 18位 欧喜 17位 文斌 16位 穷汉 15位 第五 14位 皮力斯 13位 天明 12位 阳俊 11位 沃怒 10位 孙昌 9位 吉明 8位 安团 7位 赫昌 6位 陀佑 5位 北京 4位 皮 3位 伊昌寨 2位 茶欧乌 1位 中国 30位 文尼 29位 舒华 28位 佑娜 27位 雨琪 26位 元迪 25位 斯里吉 24位 伊瑟 23位 路제 22位 阿현 22位 沙쿠라 20位 혜린 19位 나연 18位 윤진 17位 夏季 16位 서륜 15位 카즈아 14位 미연 13位 木카 12位 지수 12位 혜원 10位 哈니 9位 민지 8位 은채 7位 채원 6位 윈터 5位 安유진 4位 제니 3位 태영 2位 장원영 1位 卡琳 2位 sympathy Smith 4位 財政 1位 李 akin 2位 asis 3位 財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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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財政